哈喽大家好,我是杨丽,我们今天还是在厦门,厦门这两天的温度挺好的,我看一下有多少度,今天厦门的温度有23度,还是蛮暖和的,现在我们刚刚早上弄了一下,现在出门去吃个午饭,又去吃海鲜大餐,对吧,依然是,我们今天依然是海景房,这个停车场是20块钱一天,所以我们今天是价值20一碗的海景房, 海景房,我们把车子停在这里边,刚好也没有其他的车子,外面就是海,我现在去把垃圾扔一下,走啦,出门,走海边还是走里面,都行,走海边吧,手机给我, 今天我们是白天过来的,昨天晚上是夜景,今天是白天的景色,截然不同 白天看得更清楚一些 但是我觉得好像是晚上更热闹一些,它这边离前面去那个古浪雨的那个码头也很近,走过来一条街就到了,一个红绿灯就到了,我们车子也是停在码头旁边,那个海,河边的一个停车场也走过来大概10分钟,所以都是很近的,我们白天还是,依然是海鲜,浓浓的鱼汁味啊, 我们昨天晚上吃的那家吗?不要,我们换了那家,昨天没有吃的那家吗?昨天我们看了没吃的那家是吗?对啊 老板,你这边还是比那边贵哦?哪里?比那边?什么东西贵?比虾和鲁鱼?我这个比它大,可以认真看,有大小,哦,不是我比它贵,我贵也就贵4块钱,它卖35块钱,它那一个都没有上一家 不将是你也可以吃的 杨丽,我们来一只鱼吧?多少?我们存一斤吧?存一斤 虾没有吗?虾这个价很贵,50块钱一斤虾 也没事啦,偶尔兹是吃的行 偶尔兹是吃的行 偶尔兹一吃,不是天天吃 水多甩一下啊 水肯定要甩,那个是卖水,他卖你便宜,他就卖水便宜 水二两 不吃啊 还有的打包打十三斤,三斤虾 你买一斤这个像吗?这像很好吃 这看不错啊 一斤50块钱是吗? 加一斤多一点啊 应该已经 多少钱? 57 行没问题 没问题 多一点,多一点 多一点 这个刚好已经 吃到57是吧? 因为吃这个鱼啊 鱼都还好 那拿一条吧? 拿一条,应该吃的吧? 多吃点 29块一只是吧? 对啊 拿一条吧 好吧 嗯 这一份成本是65,加工费是10块钱 嗯 很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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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吃的这家店不错 比我们昨晚吃的 我觉得更加 胃口 我觉得更更更更 更低道 更好吃 这边价格价格 这边价格很平民 它不会存在什么乱来收费 你看 这种网块呢 它都不消费 哇 这个虾比昨天的更好吃 对不对 贵贝 五十块钱一斤 这一份是五十七 白酌十块六十七 所以它的成本是六十七块 算一下 你们给你拿五十块就好 要打包这边吃 打包 贵我说贵 这个虾今天买的比较贵一点 五十块钱一斤 但是真的真的很不错 看到没有 肉质肥嫩 而且这么大 外面卖卖98一份 不过分吧 不贵 今天这个椒盐的 好像跟昨天的那个色泽有两份太一样 这个微微的放了点辣椒 但是蚊子很香 尝一下 你看 今天成本都比昨天贵 对 今天食材 食材已经食材花了两百块 加工加工费可能在四五十块这样 不贵 不贵了 对 吃一下这个瓶子虾 今天我们加工的东西比昨天好很多 嗯 它这个是蒜香味 蒜香的 哈喽 这都要先吃啊 不然冷了加不动喽 啊 啊 你要先吃啊 这个是石斑鱼 它是三十九块一条 一条 这应该 一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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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工费应该十五块这样子 好 试试看 鱼间脂肪硬 可以啊 慢慢吃 来 来 切 有点多 等一下 慢慢吃 可以啊 可以啊 做生意就是要这样做 对 因为我们四五五十多岁的人了 我们赚的是 辛苦钱 对 一个菜就是要赚你几块钱 这是要的 要对正常的 应该的 这不说现在 一辈子得活的 生活要过 对 这还叫过婚 不是一个菜我给你赚你二三十块 就不行 应该得个辛苦钱 里面五十五块而已 我刚刚记得正常 他只加工不卖东西的 手艺不错 很好吃 也蛮实价的 嗯 而且不贵 我们今天加工费是五十五块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江边了 对面就是古浪雨了 古浪雨 问了一下票好像四十四十块钱左右吧 嗯差不多 我们今天暂时不去 因为我们刚刚出门没带身份证 我们刚刚吃饭就在对面那里面的巷子里 差不多过一个地下通道就可以了 现在在岸边 这里是个码头 可以坐船到那个基门 基门是吧 很近啊 可以坐轮渡到基门那边溜一圈 然后再回来 票价是一百多块钱 我看了 不见了 熄悦 不见了 你就是 太久了 我看不见了 你要 我看不见了 你